以赛亚书第29章 团兵围困你 助磊攻击你 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 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 你的声音必向那交诡者的声音出于地 你的言语滴滴微微出于尘埃 你仇敌的群众 却要向细尘 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向飞康 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 万军之耶和华 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 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醉 那时攻击亚里伊勒列国的群众 就是一切攻击亚里伊勒和他的保障 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 如夜间的异象 又必向饥饿的人梦中吃饭 醒了仍觉悟空 或向口渴的人梦中喝水 醒了仍觉发昏 心里想喝 攻击西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 你们等候惊奇吧 你们艳乐昏迷吧 他们醉了 却非因酒 他们东倒西外 却非因浓酒 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 封闭你们的眼 蒙盖你们的头 你们的眼就是先知 你们的头 就是先见所有的墓室 你们看如封筑的书卷 人将这书卷交给十字的说 请念吧 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筑了 又将这书卷交给不十字的人说 请念吧 他说我不十字 主说 因为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所以我在这百姓中 要行奇妙的事 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 必然消灭 聪明人的聪明 必然隐藏 祸灾 那些像耶和华 深藏谋略的 又在暗中行事说 谁看见我们呢 谁知道我们呢 你们把事颠倒了 岂可看瑶将如泥吗 被制作的物 岂可论制作物的说 它没有制作我 或是被创造的物 论造物的说 它没有聪明 粒巴嫩变为肥田 肥田 看如树林 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 那时 笼子 必听见这书上的话 瞎子的眼 必从迷蒙黑暗中 得以看见 谦卑人 必因耶和华 增庭欢喜 人间贫穷的 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 因为强暴人 已归无有 邪漫人 已经灭绝 一切找机会作孽的 都被剪除 他们在征颂的事上 定无罪的为有罪 为城门口责备人的 设下网罗 用虚无的事 驱网一人 所以 就属亚伯拉罕的耶和华 论雅各家 如此说 雅各必不再羞愧 面容也不致变色 但他看见他的重子 就是我守的工作在他那里 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 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 必敬畏以色列的神 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 法院言的必受讯会 法院言的必受讯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